抗战胜利后 在舆论呼吁严惩汉奸的行事下 大汉奸周佛海被推上审判台公审 法庭之上周佛海如何为自己辩护 他做汉奸期间曾为国民政府做过不少事情 但他的功劳为什么没有让他免于被判处死刑 被判处死刑之后 周佛海万年聚会以为必死无疑 令人惊讶的是 蒋介石却对这个大汉奸进行了特赦 这当中有什么引擎 得到特赦的周佛海可谓是死里逃生 但不到一年时间 他又为何突然死亡了呢 民国史专家王小华将为您讲述 审判大汉奸周佛海第三集 罪则难逃 周佛海生性多变善于投机 他原来是蒋介石的心腹 深得蒋介石的重用 但周佛海有更大的政治野心 当抗日战争形势紧张 国家民族生死存亡之际 他卖国求荣做了汉奸 成为伪政府主席汪精卫的左膀右臂 但当他看到抗战形势发生逆转 日本侵略者步步败退的时候 他又开始暗中与戴笠联系 为自己找后路 成为汪伪政府中替蒋介石做事的实权人物 抗战胜利后 汪伪政权随即倒台 周佛海在戴笠的劝说下 于1945年9月去重庆自首 他想向蒋介石当面请罪 将功抵过争取宽大处理 那么蒋介石会给他机会吗 他天天盼着蒋介石召见他 戴笠有种种的借口说 委员长日理万机无法相见 后来干脆戴笠也不和周佛海见面了 其实蒋介石根本就不会接见周佛海 他一是痛恨周佛海对他的不忠 他不能容忍背叛他的人 第二 他完全是实用主义 达到目的以后 自然而然也不会再理财周佛海了 第三 蒋介石或许他根本就不知道 周佛海有请罪之举 完全是军同的 诱补他的这个计策 周佛海虽然没能如愿以偿的见到蒋介石 但是当时全国舆论都在要求承办汉奸 在这种形式下 他躲在世外桃源之中 过着逍遥自在的生活 实际上也是一种被保护起来的这种政策 而且在戴笠的安排下 周佛海在别墅当中 这些人被带之如上兵 每顿饭都是六菜一汤 平时周佛海就躺在床上看看书 念念佛经 他的妻子杨树慧和丁沫孙等人天天打麻将 噼里巴噠的麻将搓着直响 有时候杨树慧输了钱就不高兴了 也毕竟是个女人 周佛海也过去帮助来打两拳 别看他不禁于此道 他胡吃乱碰 也能取胜 他从当中啊 就打麻将当中悟出了不少的真剔 他在日记当中有如下的感慨 他说深感了这个八圈牌当中啊 就表示了人的一生 人的这个一生啊 得失臣服 悲欢离合 均受命运的支配 他说我呢 常以打麻将来比喻他 麻将的胜负啊 固然取决于你的技术的高低 包括你的精神的强弱 但是根本呢 在于什么呢 在于手气 所谓的手气就是命运 因此呢 他就觉得我自己的命运现在不计 该走被子了 很快 这场人生的八圈麻将 他就输得干干净净 为什么呢 1946年3月的一天 周富海呢 独自平栏 一个军统特务啊 匆匆忙忙的上楼 递给他一张中央日报 周富海接过报纸这么一看 顿时啊 浑身乱抖啊 惊得是说不出一句话来 原来报上啊 这一则消息是这样 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局长戴利 于本月17日自青岛飞京途中 失事寻职 周富海哭了 为了戴利 也是为他自己而懊悔流泪 他在日记当中这样写道 三月中旬 呼月报 为羽农 坠机生死 为之忧虑不止 盖 于之身家性命 取成力士保护 经如此 则前途书可隐忧也 羽农死 我也完了 果然 形势很快发生了变化 报纸上 刊载了陈公博 楚明仪 陈碧君等 光伪政权的主要分子 在苏州的江苏高等法院 受声的消息 六月上旬 噩耗又一次飞进了白宫馆的高墙 中央日报一条通蓝的黑体标题 赫然醒目 拒监陈公博 在苏州扶法 将周福海看得是目瞪口呆 紧接着八月下旬 三号大汉奸楚明仪 也被枪毙了 接下来 自己的命运如何呢 他的精神几乎要崩溃 怕什么有什么 果然 军统局长毛仁凤开始拿周福海开刀了 他决定先从周福海的妻子杨淑慧身上做文章 有一天 军统局的负责人来看周福海夫妇 满面春风的说 给周先生和嫂夫人道喜了 周福海说 戴罪之身喜从何来啊 军统局的负责人说 奉 毛局长首预 扫夫人 可以先回上海了 这个消息啊 确实有点出乎意料 周福海拿不定主意 但是呢 杨淑慧认为 被关到这里呢 还不如出去 早点呢 可以找关系 救周福海出狱 于是呢 他在特务的护送下 先回了上海 谁知军统特务一下飞机啊 就直接押这个杨淑慧 回了家 让他交出周福海藏匿的财产 杨淑慧是个滚刀肉 软硬不吃 要钱没有 要命有一条 军统特务啊 只好把他和他的女儿 惠海也抓了起来 几天以后呢 军统特务让周惠海 说你给你父亲写封信 劝这个周福海啊 和军统来合作 拿钱来赎命 这一下 周福海才搞懂了 毛人凤真正的目的 是要他的钱 但是在人屋檐下 不得不低头啊 周福海强制着病体 给毛人凤写了一封信 说我的财产呢 并没有外面传的那么邪乎 那么多 我当时呢 已经付给代老板不少了 所以现在呢 我泥江的所有的财产 贡献给国家 希望军统呢 做出一条 就是把我的老婆和女儿放了 他又写信呢 给杨淑慧 说钱财啊 都是身外之物 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要看得开一些 杨淑慧呢 接到周福海的信以后 忍痛把几处房产 几辆汽车 以及一些金条手势 交了出来 这下坏事了 军统认为啊 还大有潜力可挖 要继续炸出油来 没想到呢 彻底就激怒了杨淑慧 他将一枚金戒指 吞到肚子里 以死进行抗争 幸亏发现了几时 人被抢救过来了 这个毛人峰呢 也害怕弄出人命 只得把这个杨淑慧 这个母女给放了 军统榨取了周福海的财产 认为他已经没有油水可捞 于是决定派专机 将周福海押解南京 移交首都高等法院审判 面对通谋敌国 危害本国的指控 周福海不仅不认罪 反而说自己有功 同时他还聘请著名的大律师 张世昭为自己辩护 那么在法庭之上 控辩双方进行了怎样的激辩 法院将如何给周福海定罪呢 民国史专家王小华 继续为您讲述 审判大汉奸周福海 第三集 罪则难逃 周福海呢 对所犯罪行写了答辩 并请来了著名的大律师 张世昭为自己的辩护人 那么张世昭 为什么要给一个大汉奸 来进行辩护呢 原来张世昭与周福海的岳父杨卓帽 是湖南老乡 又是发小 有这么一层关系在里面 1946年 11月2日 南京的首都高等法院 在朝天宫 公开审判周福海 这天上午9点20 周福海在法警的压解下 到达了法庭 此时已是人声超杂 人头传动 里里外外挤满了旁听者 一万多人 检察官宣读起诉书 周福海犯罪的证据 并所犯法条如下 第一 背叛宗书 破坏全面抗战 第二 秘密构合 共同组织 伪国民政府 第三 总览经济大权 滥发纸币 扰乱金融 第四 总览军政大权 签订卖国条约 破坏了中国的领土完整等 最后 检察官说 总之 被告各种变数 均属狡辩 罪甚重大 殷勤依法判决 如果按此等罪状来判决 的确是十恶不赦 随便拿一条 就能判周海的死刑 但是周海能认罪吗 审判长问 检察官的起诉书 听到了吗 你现在辩论 没想到 剧情在此时 发生了反转 周海不但说自己无罪 而且还仇表公 自己干了很多 不利于敌国的事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周海答辩如下 第一 被告不但无总览之权 连行政权都没有 行政院的副院长 不过是一个空名 第二 上海的委市长 是掌握大权的 我承认 但是被告出任上海市的市长 是得到中央同意的 代理局长来电说 中央同意蒋姓 为上海市市长 蒋姓就是中央 替被告起的化名 有信函可证明 第三 被告在今五年 从未养成敌人 总是尽量破坏敌人的激略 第四 为辅成立 不但没有加强敌方的战斗力 反而使敌方爱手爱脚 不能畅所欲为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 被告五年之间 表面上为伪 而实权为中央 被告今日的罪状 是通谋敌国 危害本国 而在当时情况 正好相反 接着周富海 舔着脸 来进行表攻 他说了这么几点 为了协助抗战 他说我有六大功劳 第一 秘密设置电台 第二 探送情报 指示美国飞机 轰炸日本的仓库 军营 第三 布置军事准备反攻 把伪军布防到东南沿海 侧应美军登陆 第四 接济了营救的中央的工作人员 像上海特派员 马元放 吴开仙 李明阳等等吧 还有军统的一批人 都是被告 亲自保释出来 第五 输出监委 按照戴笠的指示 设计杀害了对军统危害最大的76号的特务头子李世群 第六 保卫大上海 抗战胜利后 被告以总司令的身份维护了治安 配合国军接收 周富海说 敌军都称被告为和平主义者 为抗日分子 戴笠呢 曾两次电告陈克强 叫被告要小心 这都可以调查嘛 所以呢 被告与敌人的斗争 中央是知道的 我的目的虽没有达到 但是已经尽了力了 这就是事实 接着呢 著名的大律师张世昭站起来辩论 他的辩论呢 也很给力 他的策略呢 主要是用军统局之矛 来攻军统局之盾 张世昭首先指出 军统局不承认周富海有输成之事 但是有陈克强的电报 就是最好的证明 所谓的输成呢 就向中央啊 表示他投诚的决心 法庭认为被告 不是全心全意 为这个军统工作的 你要知道 被告的本身 他是间谍 所以呢 他一方面要敷衍日本人 另一方面呢 还需两方兼顾 第二呢 被告历任 伪政府的要职 这是事实 但他利用伪之之变 保释出 被俘的人员 数十人 证明他是为 政府工作的 第三 1943年1月8号 陈克强 带回带立给周富海的亲笔信 里边说 原首 所谓的原首就是蒋介石 已批准了周富海的自首 另外 还有被告使用的画名 蒋信等 就证明了被告 是为军统工作的 张立昭强调 被告的主动自首 和协助抗战 不但无罪 反而有功 他拿出了1944年 陈克强带回带立的清笔函 上面有 已经承准 令其戴罪图公 准于自首 并指示工作方针 1945年1月 带立给周富海 中央同意蒋信兄 任上海委市长的电报 以及日本投降时 带立给周富海的电报 都证明 被告的确奉令 出任上海行动 总队的总指挥等 事实俱在 这难道不是为中央在工作吗 他有力地驳斥了 军统局不承认 周富海的自首行为 从而要求法庭减轻 周富海的汉奸罪行 予以宽大 周富海认为 辩护的结果 对他有利 同时 他对蒋介石 还抱有幻想 认为蒋介石 不会对他赶尽杀绝的 抱着这种心态 他终于等来了五天以后 就是11月7号 决定他生死命运的 关键时刻 这天下午 首都高等法院 在南京朝天宫 对周富海的汉奸案 进行了判决 审判长宣布 周富海通谋敌国 图谋反抗本国 除死刑 耻夺公权终身 全部财产 除着流家属 必须生活费外 没收 周富海对法庭的判决 大声叫嚷 我不服 我要上诉 周富海万万没有想到 法庭竟然对他判处死刑 他不服判决 决定上诉 那么他的上诉 为何没能救他一命 就在周富海万念俱灰 以为必死无疑的时候 蒋介石却又对他进行了特赦 这当中有什么隐情 得到特赦的周富海 不到一年就在监狱突然死亡 他死亡的真正原因 又是什么呢 民国史专家王小华 继续为您讲述 审判大汉奸周富海 第三集 罪责难逃 为什么审判结果会这样呢 原来 蒋介石得知法庭的辩论的详情之后 大发雷霆 骂道 周富海可耻 实恶不赦 张世昭可恨 巧言宁策 此时呢 舆论普遍的认为 周富海执行在即 杨树慧呢 向最高法院进行上诉 要求复办 同时呢 他也到处拖人啊 找关系啊 走后门啊 党政军的要人 什么陈布雷啊 顾祝同啊 陈立夫啊 吴鼎昌啊等等 逐一都找到了 希望他们呢 向蒋介石说情 改判死刑为无期 或者有期 一月二十号 最高法院 特种刑事法庭的 判决公布下来了 申请人 杨树慧 应被告汉奸案件 申请复判 本院判决如下 就是还是判处死刑 这么多的金钱 这么多的努力 都化为一旦了 周福海听后 呆若目击啊 讲到这里 看来大汉奸周福海 这死刑啊 是板上钉钉的事 必死无疑 但是奇怪的是 他后来并没有执行死刑 他又得到了 蒋介石特赦 死里逃生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 1月25号 蒋介石的新夫 陈果夫 陈立夫 两位大佬 联名上书给蒋介石 说周福海在抗战胜利前一年 完全依照 第三战区的预定计划 在金户航一带 暗中布置的军事 颇为周密 抗战胜利以后呢 使江浙两省 不至于陷于共产党之首 国府呢 得以顺利的还都 运兵呢 到华北各地 不无威攻 如蒙君作开恩 免其一死 这样呢 有二臣兄弟亲自出面 加上陈不雷等人的求情 蒋介石终于恩准 2月2日 蒋介石令秘书 致代电给司法行政部 关于汉奸周福海 判处死刑一案 查该犯早经自首 虽未明令允准 为在三十四年 六月十九日 代雇局长吏 曾请前来时 曾令其奉议转告该犯 如蒙君在江浙沿海登陆时 能响应反正 或在敌扣投降后 能确保金护航一带秩序 不使人民涂炭 则准于代罪立功 以观后效 司法行政部 当蒋介石的代电 转达给首都高等法院院长 一首席的检察官 高法的院长和检察官 不敢怠慢 决定予以减刑 3月27号 国民政府明令 给周富海减刑 改为无期徒刑 周富海总算保住了一条性命 照理说 无期改为有期 说不定就能活着出狱了 没想到 周富海没过一年就死了 是被害死的吗 还真不是 周富海由首都高等法院审判 定为急刑 最高法院复审 仍为急刑 又到国民政府明令减刑 这段日子里 心脏承受不住 旧病复发 身体状况急剧的恶化 原来周富海有两大爱好 一个是女人 一个是纯酒 周富海深性风流 情浮无数 他自己在日记中承认 自己好 沾花惹草 情欲每一发生 则任性之所致 有时不能自己 就是不能自治 长期的美女和纯酒 掏空了周富海的身体 也让他患上了严重的心脏病 他曾到日本专门治疗 在日本期间又和一个女护士发生了关系 这个护士还为他生了个女儿 在周富海呢 压赴南京的期间呢 受到了极度的惊吓 心脏呢 承受不住这个巨大的压力 虽然蒋介石 特赦了周富海 一条命算保下来了 但是 人算不如天算 老天爷 并没有饶出他 就在他被特赦将近一年时 就是1948年的2月初 周富海 心脏病复发 2月28号 死在南京老虎桥监狱当中 终年51岁 纵观 周富海的一生 最大的特点 是有野心和投机取巧 他从共产党 转到国民党 然后飞黄腾达 就是靠了野心和投机取巧 当日本侵略中国之际 被日军的气势所吓倒 抛弃了坚持抗战的路线 转而呢 依附王清卫 走和平路线 建立了汪伟政权 想做更大的领袖 太平洋战争爆发呢 他又认识到美国的力量 终将战胜日本 转而呢 又投靠了蒋介石 抗战胜了以后 被法庭判处急刑 虽然最后侥幸 躲过了死刑 但是啊 人作孽依然不可活 也是他应得的下场 审判汪伟政权 二号大汉奸周富海 就讲到这里 观众朋友们 感谢收看 下次再见 918事别后 他率部奋起抵抗 重创日军 他多次遭到日本人的暗杀 还曾遭遇一场 蹊跷的认词案 一位素不相识的老翁 找上门来 非说马战山是他的亲儿子 这桩蹊跷的认词案 仅仅是老翁年老糊涂 还是背后另有文章 明日为您讲述 冒牌父亲找上门